电影惊险情节两架飞机擦身而过 只差一点点就撞击 避免人为疏失造成意外 以后在台湾空域飞行的班机 不管高度方向或速度 透过荧幕都能清楚掌握 人工作业可能出现口误 现在数位化就能立即更正 加上卫星定位精准预测班机航道 避免擦撞造成伤亡 光是从这个我们就可以去判断得出来说 我在安排飞机顺序的时候 我可以从这个时间很容易去做计划 当你很忙着在处理一件事情之后 你很容易忘记 很容易忘记其实旁边还有别的飞机存在 每天盯着电脑雷达看控管数以百计的飞机起降 航管人员兼负重责大任 一个疏忽就可能危及好几百条人命 因此民航局建制自动化系统 遇到重大事件还能控管全台所有飞港 耗时十年自知44亿元 就是不希望空中塞车祸撞击事件 真实上演 这个新闻林志伟桃园机场采访报道